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呢 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时报所出版的异类戏谷 老派戏谷工程师 不正经的深度田野探查 名字当然是艺名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让大家知道 好 鲁鱼 鲁鱼你好 大家好 道庭好 你好 所以你是姓鱼还是姓鲁 我如果都不是怎么办呢 都不是啊 对 鲁鱼这个真的是有来由的 因为我看到超市鲁鱼蛮贵的 又有营养 所以就鲁鱼就是用我的英文名字 真的还蛮好用的 全世界人都记得 你的名字叫鲁鱼啊 英文名字啊 对对对 Bass 对就是那个鲁鱼 所以又简单 Bass 连虫无听到都记得 什么鲑鱼什么逆流而上 寻找到人生的大道理 那个完全没什么 你就没有那么伟大 你就是在超市看到鲁鱼 所以你就叫鲁鱼就对了 对对 没有鲑鱼那么辛苦了 还要那个逆流 说不定还淹死 可是你这样的名字 你在国外 然后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觉得我们亚洲人去 英文名字啊 Coco啊 Jojo啊 Momo Melody啊 Kitty啊 就是你知道啊 就都是 对啊 那最近这小孩子 全部都叫Elsa 就是这一批小孩都叫Elsa Let it go 这个东西都有时代潮流的 是啊 就是说名字跟时代的 所以我取一个名字是 跟海鲜有关 所以跟时代就脱节 没有问题 没有那因为在San Francisco 当然跟海鲜有关啊 就是那个鱼人码头 要去吃一吃嘛 虽然我真的觉得 蛮不好吃 腥味很重的 但是 你一语重地 这个只是卖一个观光客 对对 鱼人码头的东西 根本不好吃 而且贵的不得了 我觉得我应该跟你 当一下好朋友 因为我妹妹也在矽谷 你们应该可以 稍微联络一下 对 她好像也喜欢爬爬山 所以矽谷工程师 都是一群聪明 但个性独特的人嘛 可以这样说吗 因为我怕得罪人 后面 不会 后面一半 对了 就是 一点 一点 未必聪明 但是 个性独特 很可能 或者怪异 怎么会未必聪明呢 在我们先讲 就是说你这个 另类戏谷里头 你写了好多的内容 可是我记得几年前 那个时候 应该是欧巴马 在位的时候 当时 我不知道是 我不知道是 欧巴马 忘了 就是我有一个 戏谷工程师的朋友 他就是等于就失业嘛 那失业之后 秦领的 那个失业救济金 还超高的耶 他说政府不能让 不能让 这个戏谷工程师失业 就他还是可以维持 他的生活所需 那像 我 我父亲 有一阵子 就是身体不好 我妹就 回台湾嘛 那医生有签一个 什么证明 他还可以跟 州政府领 那个 几十趴的薪水耶 所以我觉得加州福利 还不错嘛 可是物价太贵了 我知道大概是 像前一阵子 不是疫情嘛 很多人 即使有工作 可以工作 他也不回去做 因为 他拿的福利 超过他原来 工作的收入 可是 所以你看 可是 他们就可以跑掉 就到外州去 花那个钱 就很好用 如果待在这的话 那个钱 还是不够用 那是为什么 为什么美国人 算的没有算那么清楚呢 还是说 他们觉得工程师 是一个保护的一个 就是你们这一 这一些小众 就是他也算是 美国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些资产 所以会给你们 那么多的 这个 保障 事业救济 其实不是 那个事业救济 是 只要你有缴税 你就可以拿 而且 他并不是 只给工程师 好像 我记得好像是 我曾经拿过 我失业过 我拿过 我想起来了 好像 一个礼拜 大概600块吧 所以一个月 大概2000多 对 可是前一阵子 疫情的话 就好像 我据说有人 拿到4000多的 一个月 4000多 但2000多 4000多 其实在矽谷 其实生活就很辛苦了 因为呢 如果你有 买个房子 你的那个 物业管理啊 割草 割草的费啊 什么垃圾费啊 什么 什么一大堆 有的没的 就要付很多钱 对不对 光是手机钱 一个月就要200块 所以你想想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贵 200块 200块 现在1比29 那就5800 差不多 然后加上你那个 网络 差不多又 890块 然后加上电视 所以加一加 那个钱 都差不多扣完了 这东西真的很贵 我499吃到饱 我都还生气 不想续 本来是799 后来说 你是长期客户 所以真的是物价 所以有的时候 你看人家物价高 你看他薪水高 可是你要比照一下物价 对不对 那一般来讲的话 美国平均薪资 我们不讲工程师 是不是大概 8万到12万中间 有差不多 有这么多吗 年薪 其实在加州的话 其实整个讲 美国差距还是蛮大的 你比方说 你到田纳西州 很可能大概8万 就算很不错的收入 但是现在 我只能告诉你 在旧金山 现在低收入 低收入 是14万美金以下 叫做低收入 所以你想想看 14万美金以下 也就是年薪 台币400万以下 叫做低收入 你说的是湾区吗 还是说整个旧金山 旧金山 整个湾区又有不同 但是也不会差到太大 我记得旧金山是144K 那就是144万的年薪以下 算是低收入 但是要告诉所有听众朋友分享 就是说他们的税很高 就是有差不多3040%的税 如果你是单身 然后你高所得 其实税也很高 而且如果说你们两个 就夫妻都是工程师的话 你double起来 如果没有小孩 其实不只是税高 另外还有几个 一般人不会去想的 一个是学费 这边念书非常贵 还有一个是健保 医疗 对不对 这些东西你一般的旅游 你根本不会碰上这些问题 所以你把这些权后都加一加 其实当然这边收入是高 可是算一算 其实绝对没有一般台湾想的那么高 好 那这本书就是另类戏谷 非常的有趣 因为我们也知道 很多人想要去戏谷当工程师 那现在可能在美国也召唤 这个工程师 因为你看他工程师也不够 然后台积电现在全台湾 其实都有这个希望 前一阵子我记得他们有说 要找一些训练要到美国去 他们也可以帮他们的家里头的孩子 有学校什么福利都不错 就表示工程师很缺 那其实你在书上写到说 戏谷是一个像个独立的国家 戏谷共和国 对不对 那里面其实多的就是除了华人之外 其实我知道印度人超多 然后您还写到说白人算是少数 反而还会被歧视 在美国白人会被歧视 好特别 跟我们分享一下 OK这个是说 怎么讲 物换心仪 以前我刚来说 BG系股是美国人的天象 公司里面大部分也都是美国人 最重要的是管理决策 都是白人 传统的 可是过去大概10年 15年开始慢慢翻盘 印度人他们其实非常优秀 他们懂得管理也会说话 也会做事 当然也会吹牛 华人就是只会做事 不太会说话 几乎不太愿意出来做管理 一般来讲 就是说多一试不如少一试 我就是爱拼才会赢吧 还是个观念 所以就吃亏了 还有就是说英文方面 这个我一定要强调 印度人的英文已经超过美国人的英文 是吗 可是印度的不是T跟D你有讲到 它的B跟P K跟G 很多都不发 他们是发音不标准 可是他们写作能力非常强 我可以随便找个印度人 这个工程师写出来的 放在你面前 你会看不出来是印度人写 他们就有这个能力 所以其实印度人是很积极的 怪不得这个矽谷有好多的印度人的老板的公司 那野火断电缺水 听起来好像不好 但怎么那么多人义无反顾的都要往这个美国跑 尤其是说有些朋友呢 觉得说自己的孩子当了工程师好开心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鲁瑜 其实任何是有正面一定有反面 那我先谈正面 不可否认的 矽谷机会非常多 你要如果从事高科技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 高科技的机会密度这么高 这第一个长处 第二个我觉得是最有价值的 就是矽谷包容所有的不同的想法 跟不同的文化 所以矽谷会成功 不是只靠科技 靠的是它的多样性 它这个包容的精神 真的是我觉得 值得全世界各种文化去学习的 黑暗面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物价高 现在又有高犯罪啊 而且竞争非常强烈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聊你这本书 其实你这本书当中写了很多 你在矽谷的观察 同时也告诉了我们一些些有趣的事情 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去继续 这附近或者是旧金山去玩 其实美国梦好像很浪漫 事实上呢 如果你真的住进去 可能跟我们想象的是不太一样的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另类戏骨鲁鱼的这个新的书 以前感觉旧金山算是一个比较就是弯曲了 感觉上就是蛮好的 但后来我看到很多的新闻 就是也是有一些流浪汉啊 或一些犯罪率很变高了 我在书里面本来要写的 后来没写 其实犯罪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现在这是高速公路上拿枪 就是开枪打了 已经打死好多人了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数字 2021年 2020就是去年 整个戏骨在高速公路上随意枪击的案件 178件 一年178件 对 每两天就有一件 我问你全世界哪一个国家 说你会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还要担心被枪打死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可是好像新闻没什么报道 就是台湾的没有报嘛 所以你们自己知道 你在这里如果 我们这里最终的话 上礼拜就是前天礼拜六 这么有一条高速公路 在奥克兰附近580 也是发生枪击 这只是在高速公路啊 如果你像是在超市被抢啊 或者说在 在Downtown 那个被抢的 那个几乎是每天都会有 所以已经不是新闻了 对 其实治安真的变得有一点差 因为我妹妹在那边嘛 就是有一次就有一个白人 到我们家里头来 然后后来就警察就喝枪实弹来 最后他的解释是说 他喝醉了 他以为那是他朋友家 其实蛮恐怖的 因为你知道 你知道美国的房子啊 就是跟我们想象不一样 跟台湾不一样 其实要进去很容易 如果你不是住在大楼有管理员 因为大半都一栋一间一间的 你说那个花园啊 你的手挖过去 把那个木头的那个门 倒勾一下 就可以打开 你就到人家后院去了 是不是 对啊 而且完全没有 等于如入无人之境 我们的邻居附近 几年前就是人家这样 半夜窗户打开就进来了 然后进来都是 他们进来不是空手的 都是带着枪的 因为 半夜你赶到你家 他一定是带 他有备而来 二十年前我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 那也不可思议了 他们都觉得好安全 你看现在真的是不安全 那你们在加州 一定要有那个什么证 才能够拿枪啊 对不对 要有那个证明 对对 可是这些人 德州是可以 对 对 枪是本身不是问题 都有合法的管道 问题这些人 他们那个枪都是黑枪 他根本也没有那个证 所以那个就是 法外之枪嘛 那些才是问题 对 好刚刚你讲到的 印度人 印度人很积极 很上进 说实话 印度的小朋友 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新闻 就说他好像才八岁什么 他爸爸也是一个矽谷工程师 研究了一个某一个什么电玩的软体 他就哇 几百万美金就有人跟他买了 所以其实我们也要跟印度人学习 对不对 他们对他们对下一代的教育不会输给华人 但是他们用的方法比我们更积极 他们懂得怎么竞争 或者讲南丁的怎么斗争 他们在职场上他们怕把职场当战场 那我们大概一般没有这种心态了 就要来工作 不会把这个当做一个战场来出 是不是 印度人他们把 那台湾人因为我们生活就是比较轻松啊 那难道中国人在那 因为你看中国这么几十亿人 他难道他不会也把职场当战场吗 跟印度人比的话 我觉得他们跟我们一样 就是同样的文化 教出来的孩子 只重技术 不太重视去发展技术以外的层面 比方说我们在讲斗争好像不太好听 怎么样叫做包装推销自己 这个我们其实华人都不会嘛 对不对 不好意思 低调低调温文攻减让 其实我把我的事做好就好了 其实这个在旗鼓生存会很辛苦 是好 那其实我看你好喜欢爬山啊 骑车啊 我曾经也在湾区这附近迷路过啊 因为就是妹妹去上班 我就想骑个脚大车去凹累啊 就是只要买点东西 回来以后 那个天气变昏暗 因为你知道吗 你开着车看着沙 后面的山就凸凸的山 你都不觉得 开车就还好 我只是骑脚踏车 我一直骑 你不晓得距离 距离会湿 我一直骑一直看到牛 我就觉得不对了 因为我家山后头是没有牛的 就是OK 所以我当机率 我骑了40分钟 我当机率段往回走 往回骑 终于又骑到 因为我觉得那个一望无际太恐怖了 那我看到你说这里头 你讲到什么镇河 你已经讲到了 说矽谷有一个什么 那叫什么 长城 万里长城 矽谷有中国人盖的长城啊 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个中国人 对 其实矽谷是有一个长城啊 只是我很惊讶 没有人知道 包括美国人 住了一辈子 没有人知道 就在我家附近 我以前也不知道 我是有一次在网络上看到 那后来 我自己亲自去看了 也找到了 那我又上网去查 那国家一个历史频道 他们有一集 但是在台湾不能看 在美国有播出来 他讲的时候是 可能是镇河盖的 当然这个他怎么讲 可能是有戏剧效果 但是我有去看那个长城 我是真的非常奇怪 怎么会在这个地方 跑出一道 应该说是迷你长城吗 因为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人 就跟你讲的一样 我在那来回七个钟头 我去过五六次 从来没有碰过第二个人 所以也没有人知道 那就是一道石墙 有各式各样的传说了 所以到现在无解 好酷 你看这个房价这么高 你在那边搭个帐篷 开个露营车去 那就好了吗 就在那就定下来了吗 对不对 还说不定 因为最好还碰到 小尾蛇土狼 或者山翅 对不对 我看到你写的土狼 真的是蛮恐怖的 就是跟 所以大家要想象 这个虽然矽谷是一个 已经很开发的地方 但是他开车到四五个小时以外 还是会碰到一些 蛮恐怖的 算是野生动物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来谈谈 其实戏谷有很多的豪宅 像你们高收入组 算是全美顶尖 前面的一趴 对不对 可是听说你们买房子 一百万美金 看出来的房子 也是又小又破 休息一下 跟大家分享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另类戏果鲁鱼在现场 所以你现在是晚间几点呢 十点 十一点 十一点三十五 鸡还没叫 没问题 哦 鸡还没有叫 十一点三十五 平常你应该睡了 对不对 不会 因为我们家 是不是有只鸡 常常两三点会叫 所以我睡了也是白睡 你家有一只鸡 它会叫 不是我家的 邻居附近某一家 不知道有的鸡 常常晚上 也不知道看到什么玩意儿 我一心 我一心觉得 我认识的朋友 住你很近 我相信 我们来谈一谈 就是说你 你刚讲到 就是说戏骨 它高收入 可是一百万 买不到 独栋的house吗 买不到 一百万 可以买到公寓 但是买 独门独院的 我们讲house 应该买不到 你要买到 你大概也不敢住 但十年前还买得到 那个时候 我看台湾有在比说 三千万 你在台北可能住一个公寓 但是你在那边 可以住个有前后院 然后或许还可以有个游泳池的房子 现在没办法了 现在没有办法 十年前有可能 那这个戏骨的人 所以他上班 你讲说有人还睡在车上 或者是Uber的司机 或者是说有些人上班通车来回都要四个小时 或六个小时 对 因为是这样的 应该是两种人 一种是比较低收入的蓝领阶级 他要来细股核心工作 比方说Uber司机 这种人一般来讲他们都是住在比较外围 那一天来回四五个钟头都有可能开车 所以他不可能每天来回 对不对 那他也不可能在这儿住旅馆或住Airbnb 对不对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 我看过报道 25%的Uber司机 旧金山 是晚上睡在自己车上 哇 但他这边讨生活 这边生意好 对不对 比较有生意 对不对 对对 因为这边生意好 而且价钱也高 Uber是看地段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种人 另外一种您刚刚讲的 就是说 他是有收入 有高收入 像很多科技的 他在我们公司上班 可是他住在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车层以外 那他们就是 而且你们算是豪宅了 因为以他的收入在那儿 可以买很好的房子 那可是通勤一天 有人到六个小时的 对 那你会受不了 那他到底怎么受得了呢 他就坐在他的那个车上吗 他有的不是开车就坐火车 或坐Bart 对不对 对 那个坐火车就更离谱了 因为美国的那个公交系统几乎不存在 那我知道有这样子 像以前有我们一个高阶主管 他不可能睡车上太难堪了 所以他就是 以前没有 还没有Airbnb的时候 他晚上住旅馆 可是费用很高 后来就改成就是周一到周四住在Airbnb别人家里 他自己在三个半小时车程单程有一栋豪宅 所以等于说他那个对他来讲是他的周末豪宅 他只能周末去住 对 但是现在疫情的关系改变了很多事情啊 比如说有些工程师 就是说你在家里就可以上班 那办公室就会吸引你说来啊来啊来啊 大家都不愿意去嘛 前一阵子不是有规定要去 大家就说你若不来就离职对不对 然后有些工程师就说就离职了 你就没关系 无所谓 就走了 就这样了 你们工作这么好找啊 那个苹果不是规定 它是库克规定说 到5月23号开始就一个礼拜回去三天 那苹果里面马上就推动出 去你的要我回办公室 他要我回去可以 我就是回去辞职 现在员工很硬啊 所以我看到很多公司 后来马上就把话改软了 亚马逊也是啊 亚马逊很久前就是说要回来 现在改成说让各部门自己决定 脸书口气也放软 Google也是 那你现在有回去上班了吗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公司在静观其变嘛 他就说欢迎你们回来 然后每隔几天就搞一个趴 叫大家回来看一看试试水温嘛 那反正那吃的话大家都回去 吃完第二天大家又不回去了 因为他有水果啊 有饮料啊 有什么都有 你们就去吃一下 那你们其实有一些工程师 跟工程师都不认识啊 有时候看名字 像你的名字 谁知道你是华人还是哪里人啊 没有人知道 对 对 所以这个两年不见 你不要看这两年来雇了多少人 大家就走在街上 形同路人 根本都不认识 所以这个对于协力效应团队 那个威胁蛮大的 我觉得矽谷会面对这个问题 我不晓得他们怎么处理 员工是打死不回去 那你公司也不能把它fire掉 可是你又面对到说 我要将来怎么经营这个团队 因为大家都是单兵 全部都是佣兵 你知道的意思 就是说 我懂 见不到面 对 完全没有团队协力 嗯嗯 矽谷这个工程师都不回去 因为他想说在家里上班 比较安全 但如果你脸书滑一滑 这些工程师很多都去爬山 比方说像我 像你啊 像我妹 像我妹也是啊 那现在在矽谷 你戴了口罩 人家会不会给你一些异样的眼光 因为你看哈 很多人是因为 你戴了口罩 大家觉得你好怪 尤其是说 呃两年前 大家会说啊 你是华人 其实亚洲人 外国人分不出 华人或亚洲人 就像有时候 我你说我太 新加坡人什么时候 我有时候我看白人啊 你英国人 美国人 欧洲人 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 那你们会有可能 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 矽谷这个地方应该还好 但你如果离开了 在旧金山 Downtown 市区 或说其他地方 你会有感觉到 不友善的眼光吗 在矽谷应该是不会了 因为不要忘了 我们是多数 他们是少数 而且我们是 我们是掌权的人 哦 那哦 我文章里面有提到嘛 其实矽谷白人 开始慢慢受到歧视 哦 就是我们反客为主 对 可是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呢 的确是 我们不太敢戴口罩 因为他们看到你戴口罩 他就觉得都是你们这些人 把这个戴进来的 会有歧视 但是后来就发现 你不戴也不行 他们现在也习惯了 那前几天我们公司聚会嘛 回去现场没有人戴口罩 我也不戴了 现在美国人是这样子 他需要戴他可以戴 可是他们能不戴他就不戴 所以没想到一个这么简单 个口罩问题在美国 别人这么难解决 嗯 还有一个很特别 就是说 其实以前在湾区这地方 天气蛮宜人的 但你们夏天线也热了 所以 有的房子可能只有暖气 没有冷气 这会困扰到你们吗 没错 对 我跟你讲 矽谷有几样东西 很珍贵 第一个 矽谷没有蚊子 没有蟑螂 第二个呢 它有蜘蛛 很大 蜘蛛 那个蜘蛛杀不了人 它都在野外 那么蜘蛛是很大 跟手一样大 对 我常常看到 嗯 那 可以一年是 应该不是说可以 必须一年四季都盖棉被 夏天晚上是要盖棉被的 嗯 因为它这边 像我们现在 我现在外面大概 摄氏大概只有五六度 就现在 嗯 所以 它夏天其实蛮凉 但是这几年在变 嗯 气候转变 现在夏天常常就像风子一样 嗯 一下热到四十五度 然后第二天又很抱歉了 气温又跌下去了 嗯 所以就是 好像喝醉酒一样 我觉得气候变现蛮严重 对 其实不仅是在矽谷啦 在台湾也是 忽冷忽热 就 但是 人们一直也没有得到教训 那 很多人都会觉得 矽谷啊 旧金山好玩嘛 好 艺术中心 然后你也可以去逛一逛 但是 你刚讲到有土狼 有狮子 好特别 休息一下 待会跟大家分享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鲁鱼 他在美国戏谷 时报所出版的 异类戏谷 让大家看看 你是老派的戏谷工程师 对不对 其实你 一开始不是学 这个工程的嘛 那当时呢 你是喜欢文学 对不对 我不喜欢文学 我是学文学 但是其实我并不喜欢文学 你出国是念电脑 像我妹妹她也是半路出家 她是财税 她考上会计师执照 在美国 但她好像觉得 这个 还是你们的收入比较好吗 其实在美国 其实似乎要再转业啊 有无限的可能啊 那以前人啊 总是觉得转业 我们台湾都是说 一辈子大概做一两个工作 可是我看过戏谷工程师 就是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就像你书上写的 越转越高 甚至他可能研究了一个东西 他一下就变亿万富翁了 对不对 在你周遭都会碰到这样的人 碰不到亿万富翁了 但是就是说 在戏谷要有成就 我应该讲 就是与众心上的话 只要你努力 只要你有办法 你就有这个机会 可是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 你有这个才能 有这个努力 也不见得有这个机会 所以戏谷最值钱的是 它能够大方的给你这个机会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 来戏谷闯上看 我觉得虽然有土狼 有香味蛇 有狮子 那些都是点缀的 真的就是为了这个机会 还是可以来试试看 是 你刚刚一直讲有狮子 那狮子呢 是这个 不是从动物园跑出来的 不是因为动物园狮子 它是从 这个 它是北美山西啊 是 密西西比河以东 看不到山西 那这个为什么 你们那边会有这个狮子啊 他们很死心 就是我怀疑他们不敢游泳 所以他不敢过密西西比河 其实这样子啊 整个的美国西部都会有山师 那一直都有 也没有那么多 但是我觉得在一个矽谷这个地方 出现一只都不得了 而且疫情期间 好几只上了大街 跑到旧金山的Duntown 就在Salesforce那个Tower在那边逛 然后 对 真的吗 出现了好几次啊 然后Google的总部 那个Cupertino 那个一个山上攻击人 Cupertino 那不是一大堆人的地方 它是在一个公园里了 那个公园是 在Mountain View就是Google总部那个城市 那个也是狮子啊 它跑到Duntown去了 所以会有这样的原因 就是因为气候变迁 因为它沼水源嘛 就是动物都错乱了 所以当然是狮子 这只是写的好玩啊 狮子不会是个威胁 但如果你看到的话呢 赶快自拍照一张像 那很难得的 自拍 自拍一个狮子站在你旁边嘛 就是跟狮子合照一张像 那很珍贵 我看到狮子 我应该拔腿就跑吧 那你跟 不要不要 你跑了 跑了它就追你啊 那你不跑嘛 那土狼 但你看到土狼 你有跑吧 我没有跑 土狼我看过好几次 土狼我已经根本不甩它了 土狼那个是小混混 那没什么 它就跟狗一样 就是你把它当几只野狗 最近也很多 我不久前在旧地山当它 那个公园 贴个牌子 它叫你小心 这个市区里面的公园会有土狼 所以动物都已经 野性都已经接近市区了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管理吗 其实它们 做法呢 我觉得它们国外 对它们国外的方法做 就是说这是它们的生存权嘛 就是你跟它避开就好了 所以像你还会公布 如果你看到狮子的话 就是说就慢慢就back out 往后面退开 对不对 然后它说叫你打911 报警 那根本骗人 那根本没有讯号 因为看到狮子地方 大部分没讯号就对了 对啊 它是故意安住到 进到告知的义务 所以我跟你讲 手机最多只能就在攻击的时候 自拍留念 根本不能报警 自拍留念 别人看到你而已 就是你留下了一个手机 对对 就是说你看 我跟狮子合影 多酷 你好幽默 你会怕旧金山大地震吗 因为百年大地震 很多人都会说 这个地层的变化 那眼看之间 你看 这个 西谷工程师会担心吗 有没有西谷工程师 做这些测验 地下的侦测等等 这个我跟你讲 政府已经好几年前就在公布 说未来 整个西谷发生 7.3级以上的大地震的几率 是72% 在未来30年 对72% 那很高了 很高啊 而且西谷有这么多个大断层 每一个都可以致命 所以在西谷你根本躲不掉 西谷一共有7条断层 那就这么狭窄一个山谷 所以这个事情 我很高兴你提出来 我书里面本来想写 没写 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危机 而且没有人在讨论 那为什么当时西谷就变重症了呢 就是在一个这么多断层的地方 它成为了一个西谷 高科技的地方 他们有想要 据说是某一个人 迁移吗 对 据说是Fairchild 那个就是好孩子 Fairchild电子公司 他们在Stanford附近出来 看到好 我们在这里盖厂 以后这个地方就叫做西谷 所以大概是几家公司早期的决定 其实根本没有考虑这么多了 但是地震嘛 现在的科技大概在建筑方面 应该可以让这个破坏减到最低 只是如果你在开车在路上 那个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迟早会发生的事情 大家还是应该小心 好 那今天其实我们简略的介绍了这本书的内容 因为这本书非常的丰富 可见如鱼呢 在防疫的这两三年当中呢 是很认真的在居家上班跟写作啊 那同时你刚刚也跟我们讲了 就是只要你努力 如果你对于工程有兴趣 或者是说你觉得有一个 你想要白手起家等等 其实西谷算是一个还蛮好发展的地方 另类西谷推荐给大家咯 时报所出版的 谢谢鲁鱼 谢谢 谢谢赵婷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